同学们好,我们来推求一下 所问的这个问题 同学,如果你已经学过基本的微积分 那你应该会想说 老师,这个很简单啊,你就把f拿来微分 微分完之后 就是2的微分是0,然后6x的微分是 那个6,减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6 我再把x的点位带进来了 就是f的微分,这是斜率 f的微分代表斜率 x带-1 x不出现在等号右边,所以一样都是-6 没有错,各位同学,你这样讲 他的答案是没错的,这样是ok的 但是对某些同学来说的话 这样讲他也不太懂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微分结果 为了要证明 微分结果真的是2微分之后变0 6x微分之后变成6 所以我们要用导函数的定义来开始 好,那我就根据导函数的定义 因为所谓的微分这件事 也就导函数这件事 好,他牵涉到三个运算 好,有一个是x加Δx的函数值 好,去减掉x位置的函数值 好,然后除以Δx 我把它形容成说 有一个是相减的运算 有一个是相除的运算 最后再让Δx很小很小很小 如果从几额突行来看的话 也许还蛮清楚的了 好,我画一个几额突行给大家参考 好,就是水平轴是x 好,随之轴的话就是fx 好,那函数图形的高度长这样的话 好,那我就挑两个点 好,有一个点是在x位置 还有一个点是在x加Δx的位置 所以他会有两个点对应两个高度 好,有一个叫左边的高度 f of x 还有一个是右边的高度 好,右边的高度就是f of x加Δx 好,然后根据刚刚讲的答案数的定义 右边的高度减左边的高度 再除以两点之间的距离 这两个座标点之间的距离 好,再让那个距离无限的缩小 这个是距离啊,Δx 好,我有让datax无限的缩小 好,那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 现在是谁要微分呢? 现在是2-6x要微分 好,2-6x微分的过程 就把它套用一下 有三个运算,一个是极限的运算 然后 还有一个是相减的运算 相减的运算 我要把x换成x加Δx 上面有一个6x 那x要换成x加Δx 好,就是2-6x加Δx 好,这前面那个函数的高度 就图形上面所谓的右边的高度 右边的高度减掉左边的高度 左边的高度是2-6x 好,还要除以datax 好,哥鲁学 你从上面这样的一个减的运算里头 应该可以观察出来说 它的结果 不难观察了 它的结果应该是很容易知道的 好,像这个2跟2就可以减掉 好,然后它还有一个 前面是-6x,后面是正6x 这也可以互相抵消掉 好,留下来部分呢 留下来部分还要除以datax 我意思说 这样的话很容易就观察出来说 这会变成一个limit 有一个极限的运算里头 让datax很小很小 那刚刚的相减 还有相除的运算留下最后的-6 乘上datax 再除以datax 好,所以这个结果就是-6 好,答案是-6 但是各位同学 如果你对导含数的定义有点概念的话 用现在这样的一个相减相除 再取极限的运算的话 会比较知道它的由来 知道由来我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不求圣洁 只知道中间 或是只知道后半段都不太好 最好能够知道全貌的 好,这是这样的概念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 因为这里只剩下-6 就刚刚前面有讲说 那微分之后留下-6 但是你的x怎么带都是-6了 x带-1、-2 全部都是-6了 所以邪律就是-6 好,那就这样子 同学,参考一下 好,谢谢大家